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曼聯新聞 一分鐘,剛剛昨天新鮮出路 就是我們英超的賽程 當然,這個賽程只是暫時性 因為還有很多因素會影響 包括本地杯賽的安排 以及交聯歐霸或Conference Lead的安排 都會令賽程有變 包括日子或時間 不過,至少都會給我們一個想法 究竟我們接下來的賽程會困難還是容易 也有幾件事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開羅的賽事將會對著我們的老對手列斯聯 將會在8月14日主場迎戰他們 上年的主場發生什麼事 剛才一開始的畫面也看到 剛剛的畫面也看到 老實說,我們開季的賽程算是不錯的 為什麼呢? 列斯聯踢完之後就會去修咸頓作客 然後作客狼隊 然後9月就會有紐卡素 還有韋斯咸和維拉 這個有趣 如果我們任何轉會 去到Deadline Day 即死線那天才轉到8月31日的話 那位球員或者那些球員 就會錯過了8月的三場球 因為大家都要留意 而今屆的轉會市場 英超跟歐洲看齊 8月30日才結束 不是說英超開季就結束 所以大家要留意 所以頭六場球 理論上 都是我們應該理論上 贏面或者把握力 應該比較高 然後10月11月開始 比較困難的賽程來了 首先是愛華頓 接著是里城 接著連續三場都是大球 利物浦、熱刺和萬城 接著隔了一場屈福特之後 就繼續車仔和阿斯陸 所以10月11月 其實每一場球 都是非常之 不容易踢 當然了 英超沒有一場容易踢 但是 的確10月11月就對很多強腿 到12月 即到聖誕快車那段時間 又好像好一點 因為大家都記得了 12月就比較多球 開始的杯賽等等 我們的對手 就會有水晶宮 諾惟治 Brenford 布里頓 而快車那幾天 就是 6號紐卡蘇 28號 Bernie 接著1月1號 就是狼隊 這個聖誕快車 要提提 賓福特這個球會 就是剛剛今年的星巴馬 原來我們已經 74年沒有跟他們對賽過 上一次我們對著 賓福特的比賽 就是1975年 在聯賽杯 我們就2比1 贏了他 當時也是我們主場 這次作客 所以 真的七十幾年 沒試過跟賓福特 對女 所以 今季 他升了 其實對於球會 對於很多東西 都非常之特別 繼續下去 1月 我們除了1月1號 對狼隊之後 會對著 維拉 和韋斯咸 2月 會搬離 修咸頓 列斯聯 和屈福特 3月 其實今季 兩個循環 都是 我們一系 就不對 一對 就連續幾場 都是大球 3月更加 歐洲比賽會有些影響 有些影響的情況之下 看看 曼城 熱刺 利物浦 連續三場 跟著 里城 愛華頓 諾域至阿斯陸 Banford 3月比較大 4月也算是好一點 5月 就是白禮頓 車路士 和水晶宮 就是說 薩科戰 將會對著水晶宮 之前那場 對著車仔 大家都知道 那段時間 就是歐洲賽 去到白熱化 如果我們 幸好 去到歐洲賽的尾段 的話 這些比賽 都很大機會要改期 OK 所以 我看回 今季的 賽期 都挺有趣的 基本上 無論是哪個循環 都好 第一循環 還是第二循環 都是把強隊 比較集中 所以 大家要留意 究竟是否好事 我想大家都自己 會有一個評價 可以留言說一下 另外 我們那個 作客不敗紀錄 仍然保持著 還有 也有27場 連續 聯賽不敗的 紀錄 暫時保持著 那可不可以繼續 伸延下去呢 即是跨季地伸延下去 大家要 拭目以待 我們都希望 我們可以保持好的成績 因為老老實實 去年 我們都叫做 提升了 因為在 之前的年 又拿第三 接著 又拿第二 今年會不會更進一步 就真的 要打下去才知道 但是 看個勢 我們頭六七場 如果正常地發揮得好的話 就會打了一個 挺好的基礎 當然 剛才說起 我們的不敗紀錄 或者阻下紀錄 就不錯了 但是主場 就真的問問你 今季的主場 會不會有些改善呢 其實理論上 應該有改善的機會 是大的 為什麼呢 我想大家都猜到 就是有球迷 有球迷 理論上 打氣的話 應該是球員 都樂力一點 也都打得特別精神一點 這個也是我們 以往萬聯 很多時候會發生的事 所以呢 希望 今季呢 就可以在 除了我們延續 我們作客 好的成績之外 在主場方面 也是可以 比去年更加改善 才有能力 挑戰萬城 以及頂住 這個車路士 和這個利物浦 在湧上來 大致上 我想 關於賽程的事情 就這麼多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補充 或者你們看到什麼 最後也要補充 一句 現在的日子 都是言之上早 時間一來 就未定 二來 時間日子 都會因應 一些杯賽賽事 包括本地的杯賽 或者歐洲的杯賽 而有改善的 這個大家都清楚 8月 會是歐聯的抽籤 8月的歐聯抽完籤之後 我們看看我們的賽程 就會更加清晰知道 接下來的那一年 究竟我們要面對著 一些什麼的挑戰 OK 今次節目到此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拜拜 好 天啊 你看 多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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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